大家好,我是小妍 今天用鸡胸肉做一道好吃的家常菜 每次做一盘孩子吃的碗底一粒米饭都不剩 一起来看看做法吧 把鸡胸肉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俗话说横切猪肉竖切鸡 切鸡胸肉竖纹切 这样切刀不会打滑 而且切出来的鸡肉不发柴 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竖条 最后切成一小方丁 先放进盘里备用 里面加入一勺料酒 用筷子搅拌均匀 去除鸡肉的腥味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下手搅拌均匀 加淀粉鸡肉吃起来更滑嫩 腌制10分钟 提前准备一个须皮的土豆 土豆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竖条 最后切成小方丁 切好先放进水盆里 一连土豆氧化变黑 准备一个漂亮一点的胡萝卜 把胡萝卜切成厚片 再切成小方丁 切好先备用 再切一点蒜末姜末 切好以后备用 起锅倒入食用油 食用油加热均匀 油热之后把蒜末姜末下入锅中爆香 炒出香味 鸡胸肉下入锅中 翻炒均匀 炒至鸡肉变色 然后把土豆和胡萝卜下入锅中 翻炒均匀 开始调味 放入一大勺生抽 一勺食盐 一勺棉白糖 一小勺红烧酱油 上一下颜色 翻炒均匀 上里面加入半碗清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可以盖上盖子焖两分钟 炒至土豆和胡萝卜炖生 加入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 出锅之前 拎上水淀粉 搅拌均匀 汤汁收至粘稠 就可以出锅了 鸡胸肉土豆胡萝卜 这样一搭配 营养要好吃 拌米饭 做肉夹馍 吃起来特别特别香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十分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